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有多短 网友在爸爸过世后 给爸爸以前的号码 发了一条短信 没想到竟收到回复 我没有抱任何希望的 给已经过世的爸爸的手机号 发了一条短信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第二天早上 我竟然得到了回复 而且是以我爸爸的口吻 回复的我 在我这个陌生爸爸的鼓励下 最终我如愿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在后来 我和电话那边的爸爸 一直保持着短信 两三年 即使我们都知道真相 却也愿意当个梦中人吧 当女孩子在路上遭遇 惊奇尴尬时 路人的反应让人暖心 雪 你的鼓劲 有东西吗 很多吗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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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孩子大概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生物了 当女生手受伤 无法化妆又着急面试 向路人请求帮助时 路人安慰道 工底个隧道的呢 所以我上帮你 你是哪里来的呀 是新长的 因为自己淋过雨 所以想为别人撑伞吧 小男孩拿着卖废品的零钱去花店 为妈妈生日买花时 花店老板的做法是 懂事的孩子值得拥有世间所有的美好 当女孩生恋崩溃时 路人的拥抱和鼓励格外的温暖 这个是练了 挺棒的 没事的 没事的 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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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心的 再来抱一下 会有更好的人 值得更好的人 好吧 不要担心 觉得世界灰暗时 要去相信 总有一束光会照到身上